大家好,今天用電飯鍋給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叉燒肉 做法很簡單,味道不出飯店,一起來看看吧 準備10塊錢的眉頭肉,改刀 用叉子給它扎上小孔,方便入味 放入大碗中,加入適量的薑片 蔥段 加入兩勺生抽 一勺料酒去腥 一勺老抽調色 一勺老抽色 加入三勺叉燒醬 抓勻 讓豬肉吸收料汁的香味 大概抓五分鐘 然後蓋上保鮮膜 放入備箱冷藏三個小時,讓豬肉更入味 好了,時間到,我們的豬肉醃好了 打開保鮮膜 挑去蔥薑 準備一個洗乾淨的麵飯鍋 加少許的油 刷勻 放入醃好的豬肉 把料汁也加進來 蓋上蓋子 按下煮飯鍵就可以了 燒的過程中給它翻個面,這樣更加入味好吃 好了,時間到,哇,實在是太香了 取出放涼 冷涼後的茶勺肉切成片 切好後,裝盤 淋上湯汁 炒炒肉這樣做實在是太好吃了 醬香濃郁,吃一口純脂牛香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簡單 只需要一個電飯鍋就能輕鬆搞定 喜歡的朋友趕緊試試吧 大家好,今天用豆腐給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 準備一塊豆腐,切成厚片 切成條 然後切成方塊 切好後放入盤中 鍋中水燒開,下入豆腐焯水,去除豆腥味 加適量的鹽增加底味,這樣做出來的豆腐不易碎更緊實 燒開後煮至一分鐘 煮好了,撈出 準備一把洗乾淨的韭菜,切成段 切好後放入盤中 切點小料,10克生薑切成末 切好後放入盤中 3個大蒜攤一下切成末 準備5勺錢的豬肉切成末 鍋中加少許的油 油熱後下入肉末 將肉末焯散炒香 把肉末焯至表皮微黃,這樣吃起來更香 然後下入薑蒜 炒出香味 加入少許料酒去腥 然後加入一勺豆瓣醬 炒出紅油 然後加適量的清水 開始調味 加入少許的食鹽 適量的雞精 少許的白糖提鮮 適量的生抽 少許的老抽調色 加入一勺花椒粉 然後下入豆腐 推勻 然後收至五分鐘,把豆腐燒入味 好了,差不多了 然後分兩到三次,加入水澱粉勾芡 把湯汁收至粘稠 讓湯汁包裹在豆腐上,這樣更加入味好吃 出鍋前下入韭菜 翻炒均勻,把韭菜燒熟就可以了 好了,出鍋,裝入盤中 美味的韭菜肉末豆腐做好了 滑嫩入味,鮮香好吃 喜歡的朋友趕緊試試吧 大家好,今天給大家分享的道干鍋土豆片的做法 保證比飯店的還好吃,做法很簡單 準備兩個區別的黃心土豆,改刀 然後切成3毫米左右的厚片 土豆片不能切太薄,否則容易爛 切好的土豆片放入清水中 洗去澱粉,防止氧化變黑 洗好後撈出,控干水分 切點配料,一個青椒切成滾刀塊 切好後放入盤中 一個紅椒切滾刀 五個大蒜給它拍散,這樣更出味 準備一塊錢的五花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後放入盤中 適量的大蔥切成片 五個大蒜給它拍散,這樣更出味 準備一塊錢的五花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半個洋蔥切成絲 切好後裝入盤中 控干水分的土豆片倒入大碗中 加入適量的玉米澱粉 拌勻,讓土豆片均勻的裹上澱粉 這樣做的土豆片好看更好吃 裹成這樣就可以了 起鍋燒油 鍋中油溫燒至六時熱,下入土豆片 用勺子輕輕推動,讓土豆片受熱更均勻 把土豆片炸出炸透,炸至表皮金黃 炸成這樣就可以了,好了,撈出 然後緩油溫升高 鍋中油溫升至7成熱,下入土豆片,促炸20秒 這樣做的土豆片更酥脆焦香 炸好了,撈出控油 雖然是油炸的,但一點也不吸油 鍋中加少許油 油熱後下入洋蔥絲,炒出香味 聞到香味後盛出 鍋中加少許油,下入五花肉片 將肉片炒香炒出油 把肉炒至表皮微黃,這樣吃起來更香 加一勺辣醬 炒出控油 然後下入蔥薑蒜乾辣椒 炒出香味 然後倒入青紅椒,炒至斷生 炒至斷生後加少許的蠔油 炒出香味 然後下入蔥薑蒜 然後下入土豆片 翻炒幾下 開始調味 加入雞精 少許的白糖提鮮 適量的適合油 大火翻炒三十秒,炒出香味 出鍋前加適量的紫蘭粉增加香味 少許的芝麻香油 撒適量的白芝麻 翻炒均勻就可以了 好了,出鍋 美味的乾鍋醋豆片做好了 香味十足,下酒又下飯 喜歡的朋友趕緊試試吧